哈囉 大家好 我是UNYS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其實我已經想跟大家分享超級久的一個主題 就是 空瓶劑 那為什麼會想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 是之前有一些網友會說 他們想看我的 第一是想看我的凹凹賞 第二是想看我的 糟糠妻產品 那 先講凹凹賞好了 凹凹賞就表示說我要把這個東西用到完 然後我覺得它很好用 然後才來做推薦 但是因為像美妝產品的部分 我真的是 你知道 美妝品就是會一直推成雛形 所以我也就一直在買新的 然後舊的也就不一定會用得完 再來的話就是 糟糠妻 其實要符合糟糠妻產品的定義呢 它可能就是CP值要很高 然後會讓我真的會無限回購的那一種 嗯 當然還是有這些東西 但是真的 嗯 如果真的要做成一集影片 我怕會太短 就是我東西可能會太少 所以今天我在介紹我空瓶劑的部分呢 也會帶到有一些產品 它就是我心目中的糟糠妻產品 那今天我就是先就 我這一箱裡面的東西 這些都是我用完的空瓶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個箱子裡 要囤這些東西 其實我也囤了很久 應該有三四個月到半年之間 而且其實這些裡面比較多 佔比較多的品像是保養品類 另外還有洗洩用品跟美妝品 那美妝品其實是最少的 因為我美妝品雖然很多 可是也就因為多 所以一直都用完的感覺 我今天就是就這三個部分 就是洗洩用品跟保養品還有美妝品 這三個部分來做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對我的空瓶劑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首先因為我已經有做一些分類 所以我就先從洗洩產品開始講 那我就是拿到什麼就講什麼這樣子 然後因為有一些是包裝已經撕開 那可能上面沒有完整的品名 那我之後會查好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比較完整的產品名稱的話 就可以點開下面的資訊欄來看 那首先我先介紹洗洩用品 第一個是Pheno的高效滲透護髮膜 我這個是小size 我現在在用的是大size 那這個小size的是50克的 然後它是沖洗式的護髮膜 其實這個我已經很久之前就用過了 但中間有好幾年都沒有在用 之前因為要出國旅行的關係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小size的 然後我發現它這個50克的小size 真的非常適合什麼 一兩個禮拜的旅行 所以我很推薦 如果你們是家裡用的話 後來就買大size 然後如果是隨身要帶著旅行用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買這種 50克的小size 它是沖洗式的嘛 所以它用完 我通常都會大概停個三五分鐘 然後再做沖洗 我覺得它算是滋潤程度中等 雖然它上面有寫說 是受損髮專用 但我覺得它對受損髮可能還是 比較不夠力 但如果是針對一般髮的話 我覺得這個護髮膜是很OK的 然後這個fino的護髮膜 我就算是我的糟糠漆產品吧 因為它真的是便宜有好用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一集 跟糟糠漆產品有關 我一定名單裡面一定會有它 再來下面兩個是這一個 是Victoria Secret的沐浴產品 那我對他們家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特別喜歡 尤其是香味的部分 那這兩瓶的話 我先講這一個好了 它算是有點類似像 沐浴油吧 然後它的味道 有點像菜瓜布的味道 就是那時候我真的很不喜歡這一瓶 可是因為我想趕快把它用完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在洗這一瓶 這個它的味道是 我會打在下面的資訊 大家可以看 然後我不確定大家會不會喜歡這個味道 我自己是很不喜歡 所以我不是很推薦這一個 但是另外一個這一個是 它就是一般的body wash 就是一般的沐浴 有點像沐浴膠的東西 那這個味道我就很喜歡 它是有一點茉莉的味道 我會再把它的產品名稱跟香味 打在下面資訊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最後兩個呢 它不算是洗屑 它就是我的護髮產品 是之前在愛用品分享 沒有介紹過的是 Sappone他們家的護髮精華 那它這一個呢 其實它很像護髮油 可是它其實不是 它也是偏液狀的 然後我的味道是 茉莉花魚這個味道 那我覺得它的護髮的效果 因為它是免重洗的 所以它可能是 在比方說 你出門前可以抹一下 或者是你要吹頭髮之前可以抹一下 那一樣跟剛剛那個fino的護髮抹一樣 我覺得一般髮OK 像我之前比較常染燙 就是比較受損的話 我覺得是稍微有點不夠力 可是因為它不會很黏膩 所以我還是很喜歡 可能出門前就會稍微再抹一下這樣子 這個對我來講就算是無限回購 那剛剛這些洗洩用品啊 護髮的東西講完之後 我接下來想要介紹的是 品項比較多的保養品 先講這個好了 這個也是之前愛用品分享 沒有推薦的這個 藝人輕透化妝水 它的單價真的是很便宜 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250 然後以它500ml的容量呢 搭配它200多塊錢的這個價格 再加上它的好用的程度 我覺得 算是CP值超級高的一款 濕膚型的化妝水 那它之前我在愛用品介紹的時候 其實是把它跟這個 阿努比用的這個健康化妝水拿來做比較 那我覺得以我膚質比較穩定的時候 就是我膚況比較穩定 我濕膚其實用這個 藝人輕潤化妝水真的就很夠了 而且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我真的就算每天濕膚 我也不會心疼 絕對是無限回購 然後它也是我的 糟糠期產品之一 那既然講到濕膚型化妝水 我就也來講我用完的這一瓶 阿努比用的健康化妝水 這個是最大觀330ml的 那平常我就是比方說 我的膚況不太穩定的那陣子 我就會用阿努比用 那我自己其實是對味道蠻敏感的人 所以一開始我在使用的時候 也適應了一陣子 可是它的效果我真的覺得很好 那最後一個化妝水是這個 Melvita的玫瑰花萃 這個是因為我把它用完了 所以我就把它的瓶子蓋起來 但它其實一開始是有附一個 噴霧的頭 這個算是一般化妝水 那之前如果有看過我分享我的 保養程序影片的話應該都知道 我是會先濕浮化妝水 濕浮完秤點 還沒有完全吸收 就是還有點微濕的狀態 我就會直接噴霧型的化妝水 我覺得它算是質地很輕盈 接著我要講的是 阿努比用的滲透乳 它有分1、2、3號 是針對乾性、中性、油性去做使用 我冬天會用另外一個白色瓶子的滲透乳 然後夏天的話我比較選用這種清爽質地的 清爽保濕型的這種紫色的 再來講的是這一個 這個應該全名是精華液 我會把它的名稱打在下面 然後但這個是舊的包裝 它現在已經改包裝 那這個舊的包裝是 比較重一點的 然後玻璃的 它新包裝是比較塑膠感一點的 然後這個系列的精華液 它就是稍微水潤一點的 就是質地沒有那麼厚重 所以如果你跟我膚質一樣是兩頰偏乾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冬天可能還是要使用 比較滋潤一點的精華液 但是其他春夏秋這三個季節用 我覺得非常OK 再來是這個 也是阿努比用的奇蹟修復露 我的是週年慶的組合裡面 有這個小包裝 它雖然小小品 可是這品味是用滿久 因為我平常不會用 我只有在肌膚狀況非常不好 比方說快要長痘痘 或已經長痘痘 我才會用這個 會讓我的膚況稍微再穩定一點 就是如果你皮膚好的時候用 你可能鎖不出它有多大的功效 可是如果你皮膚狀況不好的時候用 你就會比較明顯的感覺到它的差異性 最後一個保養品是之前 愛用品分享一面有推薦過 是這個貝德瑪的清爽型乳液 那這個我是從冬天用到夏天 都一直愛用的 可是我平常呢 只有在夜間保養會用到它 我就是只有把它擦在兩夾這邊 因為兩夾真的比較乾 所以我晚上T字部分 我會上一個比較清爽型的乳液 然後兩夾這邊我需要保濕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 它的質地也是比較水潤不油膩的 所以我也很推這個貝德瑪的乳液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一些美妝品的部分 然後首先先講這一個 算是美妝小工具 同時也是我遭康期產品必備的其中一個 就是絲花的化妝棉 它算是一個比較有厚度的 就是這種比較有厚度的化妝棉 那這個化妝棉我平常就比方說 用滲透乳或者是一些化妝水 濕膚我不會用這個 濕膚我都是用阿盧比用的按摩化妝棉 那這個就是其他任何用途 有需要用到化妝棉我都會用絲花 它真的是非常便宜又好用 很喜歡它的材質跟它那個壓邊的設計 很推薦這個絲花化妝棉 再來美妝品的部分 第一個我先講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不會意外 我會推薦這個 就是我已經講到爛 每一次實測影片 first impression review 都講到的這個妝前產品 就是benefit的 嘖嘖撐起毛孔銀行路 它是我每次每天上妝一定會用到的東西 這個合用應該也不用再解釋 但是這個真的很推 再來第二個也是妝前產品 它就是Laura Mercier的幻眼凝露 然後我這個是保濕版 我用它一般型也可以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保濕型 因為我覺得保濕型 對我這種兩頰超乾的人 是比較適合的 這個我很喜歡 但是我現在比較常用的是 Too Faced的Hannover Primer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一樣的 功效是一樣的 只是像Too Faced的Hannover Primer 你可能就是要在網路上請代購買 會稍微不方便一點點 好 那要講最後一樣啊 最後一樣就是這個是 歐舒丹他們家的護唇膏 這個我已經用好幾支 我覺得它非常的保濕 而且它在上妝前用呢 真的是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你就滋潤你的唇部 因為像我是嘴唇非常非常乾的人 所以我在保養的最後一個步驟 我就會先塗這個 他們的護唇膏 然後雖然我後來沒有再繼續回購 就是我現在都在使用別的護唇膏 像我之前可能有推薦過DHC的護唇膏 我覺得DHC也很好用 但在我心裡 我覺得最好用的護唇膏 除了Jo Malone之外就是歐舒丹的護唇膏 所以大家如果想用一些比較滋潤型的護唇膏 我還蠻推薦歐舒丹的這個 它真的是蠻滋潤的 可是又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好啦 那我今天的產品都已經介紹完了 那以上這些就是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愛用 所以才會把它用到完的一些 不管是美妝啊 保養 或者是一些吸血用品 因為唇這個真的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我確定之後一定還會再拍 跟這種空瓶劑的主題有關的 但是可能就要比較長的時間 讓我再收集一些空瓶 希望下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其他產品的心得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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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ad 是啊 超 Sutton 在那裡